好多朋友们插播一条重要的消息 对于这个视频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消息 这个是我当天录视频的时候 我接的这个图 我当时给他发的是问他 你是否免费上一条消息是这个 然后他回答说 马AI是一个免费的服务 所有的用户都可以免费使用 这条视频我录完了 然后就发生了一件尴尬的事情 那就是当我今天想要再跟他聊两句 结果他就收费了 昨天那时候还不是收费的 这是昨天我问他的 但是今天中午就已经凉凉了 他现在要收费了 可以说这个视频做的比较尴尬 这个消息比较重要 所以说我就插播一下 然后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继续观看 但是他这个收费确实不便宜 他每个月我看了一下 收人民币的话是26块钱一个月 还是挺贵的 好这个事情呢就说到这里 好的 我们开始说一下这个Snapchat 这个MyAI这个机器人 也是一个聊天机器人啊 最近OpenAI正处于这个风口浪尖上 我们先来看一下他这个聊天效果 现在我这款手机呢是不能科学上网的 然后我们点击Snapchat打开 这个应用呢是一个社交媒体类型的APP 他支持发信息和这个发图片啊 短视频啊这些东西 但是他有一个自己明显的特质啊 就是他这个总结一下就是看完就删 比如说我给某一个人发了信息 马上他看完这个信息就自动删除了 视频也是一样的 当然了这些时间都可以自己设置 这个就是他的特点 官方称之为月后祭坟 其实就是看了就删啊 这个具体呢大家可以下去自己探索一下 我们今天呢来聊他这个聊天机器人 我给他发一个信息 可以看到他这个回复还是挺快的啊 我们可以问他一些技术类型的问题 就比如说我问他你和XDGPT是什么关系 他这个回答还挺理直气壮的啊 他说他不是基于这个XDGPT 他是由这个Snapchat团队开发的 但是一会儿我们去他的官网看一下啊 他又说他们是基于这个OpenAI的 这个GPT的技术 这个我们待会儿再说 完事儿这个呢就是我的演示啊 我们就演示到这儿 因为这个嘛也大家都见的比较多了 我们同样可以问他一些技术类的问题 比如说我问他这个 可以看到他给了我们回复了 我用的呢就是这个QuickTimePlayer 这个Mark自带的软件 就是从他这儿得到的答案 好我们的演示呢就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 我是如何注册这个账号的 他这里还是有一些注意事项的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先来官网看一下 他这个刚刚说他这个聊天技术 是他自己开发的啊 但是他官网上可不是这么说的 我们来看一下 打开然后翻译一下 看到没有 大家可以看这儿啊 My AI是有OpenAI的XDGPT啊 提供技术支持 其实现在市面上可能做的比较好的这种大语言模型啊 也就是OpenAI的XDGPT 因为我们想啊这个OpenAI他这个XDGPT啊 这个产品现在这么火爆 如果其他公司有可以拿得出手的啊 肯定会出来一针高下的 不可能让他自己在这里秀对吧 这个东西还是有一定的门槛的啊 这种大语言模型 好 我们简单说一下Snapchat这家公司啊 Snapchat股票代号呢 是SNAP 然后呢 当前市值呢 是158.3亿美元 截止到昨天收盘的时候 嗯 股票代码SNAP 这个是Yahoo Finance啊 这个是免费使用的 为什么说这些呢 我感觉像这种科技类的东西 还是了解一下比较好 万一哪一天这个SNAP啊 他火了 火了以后呢 其实现在也挺火的啊 他大火吧 他大火以后啊 比如说哪一天 有没有可能跟这个Facebook这种社交媒体 拜拜手味啊 到那个时候啊 说起来我们也知道 对吧 吹牛逼的时候 也可以拿出来吹一波 好的 这个简单的说一下 然后呢 我们来说他这个注册 直接说关键字 然后点开 注册的时候是需要一个邮箱 我建议使用这个谷歌邮箱 这个呢 是我已经注册过的啊 然后打开一个无痕模式 为什么打开无痕模式呢 因为我那个已经注册了啊 我直接上的话 它肯定是显示我已登录的 我们在这里说一下要注意的地方 这里需要一个注册邮箱 我推荐使用谷歌邮箱啊 或者是你自己任何一个的境外邮箱 好的 我们简单的写了一下 但是这验证的时候呢 他会让你做游戏啊 这个是很烦人的 我们一定要有一定的耐心 当时我在注册的时候 做了好几次都做错了 当时是让我做一个 让老鼠如何吃不到奶酪的一个游戏 反正他就是一些管道 然后那个老鼠怎么出不来呀 怎么的 现在他说显示两个相同图形的方块啊 这个还好啊 但是也要看他这个做的比较复杂到时候如果运气不好的话可能会抽到像我之前碰到的那种他让选三次好我们就不在这选了 还有一点要注意啊 就是我们注册的时候尽量打开一个无痕窗口 因为浏览器长期使用的话 他里边有很多cookie 你长期不清理啊 他这个怎么说呢 他有时候干一些事啊 他就会报错 我们在注册的时候一定要事先清理一下cookie 就是清理一下这个浏览记录全部删掉 或者是直接打开无痕模式 我推荐这个无痕模式啊 我们直接打开这个cookie的无痕模式 因为你如果把cookie清了的话 你之前的可能一些登录的账号上的也就被清掉了 然后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注意事项 详细的说一下 因为这个snap 他是可以直接在iOS Apple Store下载的 但是下载完以后呢 我们一定要用刚刚我这种注册方法 就是说连接使用VPN 然后连上这个美区的服务 注册的时候呢 使用这个谷歌邮箱注册 不要不要直接就是下载完 就用自己的手机号注册啊 尤其是在这个内地的 因为86的手机号注册完以后呢 他是没有这个MyAI机器人的 也就是底下说的啊 推荐是这样注册 然后一旦注册成功呢 即使我们关闭了这个科学上网工具啊 我们依然可以使用这个MyAI这个机器人的 但是我查了一下啊 说这个snap的chip是被强调的 但是现在来看啊 嗯 他并没有被强调 说完这个注册 然后我们来说一下这个手机上的使用 注意事项啊 先来说一下这个安卓啊 这个安卓是比较头疼的 因为现在国内的安卓厂商是没有这个谷歌 play服务的 也就是好多人常说的 这个谷歌三件套啊 然后呢 这个snap的chip呢 他可能里边有一些 这个代码依赖了这个服务 所以我们用这个安卓手机安装的时候 可能会谈这个提示 啊 就是我这个图片上展示的这个 然后国产手机啊 大概里就是积极了啊 可能都是够呛 需要这个自行安装谷歌play服务 呃这个装起来啊 也是非常非常费劲的 因为安卓这个品牌太多了 太杂了 可能在这个手机上这一套措施可以换一个品牌啊 就不行了 然后这个海外的品牌可以试一试啊 因为我手上没有太多的测试机 我也没法测试 比如说这个三星 还有索尼 还有这个谷歌的Pixel 谷歌自家的手机 这些可以试一试啊 就是海外的品牌 然后iOS呢 iOS在这个APP上啊 令人意外的方便 直接在Apple Store里边下载就可以 下载完以后呢 呃 记住不要用这个国内的手机号注册就行 一定要用我们之前说的那个流程 就是说什么呢 谷歌邮箱 加上这个VPN 美区节点 用这个来注册 如果最后他注册的时候呢 报错的话 如果报错 如果出错 那就换一个节点 再尝试一下 因为我之前注册的时候 也是尝试了两次才成功的 建议就是无痕模式下 好的 关于这个Snapchef 这个MyAI 这个注册和这个使用这个注意事项 我们就说到这里了 其实这个Snapchef这个软件是非常火爆的 尤其是收一些外边这个年轻人啊 他们特别喜欢用这个啊 对了安卓下载的话 安卓因为应用市场无法下载 好的那么这一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然后有什么不同的意见或建议 欢迎大家在视频的下方留言 我都会一一回复的 如果你觉得视频对你有用 麻烦按赞订阅转发 打开小铃铛支持一下这个频道啊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吧 拜拜 拜拜 拜拜